对于刘家仁的说法 贾某并不认可 贾某在发布的消息中称 自己的公公婆婆从未给自己带过孩子 她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长大特别不容易 甚至还经常为此与丈夫刘洪恩吵架 直到有一天晚上 贾某又和朋友出去玩得很晚 两人的矛盾升级了 我就抱着儿子坐在家里面等一等 一直等到三四点钟的时候他们回来了 完了我当时也没 我就说了他几句 我就一直在忍着 我一直也就是说过两口都不容易 是不是 完了就因为他又骂我妈什么的 那天我就忍无可忍 本来就憋着气 我就揍了他那顿 因为丈夫刘洪恩的父母早年就离了婚 而现在两位老人又都各自成了家 所以没能帮贾某照顾孩子 但是刘洪恩说 只要有时间 他都会亲自帮着妻子照顾孩子 不过在刘洪恩的印象当中 因为看孩子的问题 他还有一次动手打了妻子 我刚到网吧有半个小时 他就过去了 等到我抱着女儿 他完了他也在上网 我就说我你回去 我马上就回去了 他不回去 他完了他离我就 大概有两米远的位置 中间有 就是网吧一个一个座位挨着嘛 中间差有三四个位置吧 他就把女儿撂给我了 吓坏我了 他说他也要上网 撂给我 完了我接住之后 让我朋友抱着女儿 我就在网吧 从网吧打到门口 给我打了你 我把女儿撒卜我 urpoo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